我們趕快跟大家一起來看一下本週军恩懶人暴的部分 畫面上大家看到的兩隻就是我昨晚有提到的第九期嶄新大獎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光屬性妖精梅樂蒂的部分 隊長技是妖精及神族成員攻擊力及回復力8倍 而且直接幫你增加1200點生命力機值 消到種族株的時候妖精跟神額外4倍啊 昨天有提到他跟弱達椅有關係嘛 這邊有一個相向的點 首批消除4的倍數的時候 妖精跟神可以無視固定連擊還有防禦 弱達椅是5嘛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隊伍技的部分看到第一行 果然又是跟弱達椅一模一樣齁 這邊也可以拿到一個4萬點的護盾 然後一樣是你回血就可以補回這個護盾喔 必然延長轉租時間4秒 光暗星互相兼具50%符石效果 而且這邊還多了一個無視黏斧給你利用喔 隊伍中只有妖精或神的時候 當前生命力全滿時減少50%所受傷害 這邊也是有一個減傷效果 消除符石之後妖精類成員直行首批掉落 該成員屬性的妖竹符石 那妖精以外的就會掉心牆 這個掉落有沒有幫助 絕對有齁 看向最後一個選項 消除大魚等於20顆全隊攻擊力在4倍啊 而且還直接幫你加石康上去 這邊沒有限制你首消喔 所以他天降下來那個幫助絕對是超大的 下面有一個用魂羊樂器系列做成員的話 他會有一個CD-2跟進場CD-4的效果 -2的話是永久減齁 攻血回也會有額外1.4倍 魂羊樂器就是定音谷那個系列喔 羈絆的部分跟娜精還有米蘭達都是追打 這邊又提到一個關鍵人物了 米蘭達喔 不知道他之後會以什麼樣的形式出來 這個也是聽觀眾都有提到 跟落打椅的話就是減CD了 之前有跟大家講過減CD的羈絕絕對都是香的 主動技的部分是CD-6可以發動 而且他是一個開關技啊 發動技能精每回合結束的時候 會把最頂一橫行轉成新妖牆 而且可以在轉租時間內任意排租喔 隊長為妖精或神的話 光暗星互相兼具50%效果 那這一招也是隨時可以關的 關掉的時候光妖成員CD會-1 接著來看一下木神族的卡希爾 隊長技是木極光屬性成員攻擊6倍 血回1.6倍 首批沒有消暗的話 木跟光會再額外4倍 隊伍技的話我們先看向左邊 必然延長4秒 木光星有互相兼具 消除木的話全隊額外1.8倍 消光的話所有成員追打木跟光一次 那如果是消到星 隊長可以無視固定連擊還有連擊同等喔 這個也算是蠻罕見的隊伍技阿 當前場上有加護珠的話 會減少80%所受傷害 進入最後一層的時候 這個卡希爾持有的羽毛會回復到4片 那這個羽毛是什麼呢 我們接著繼續看向右半邊 卡希爾進場的時候就會獲得4片羽毛 如果你是0片羽毛的卡希爾的話 不能發動攻擊 開完龍科之後 所有的卡希爾會再回復2片 主動技的部分是CD-1就可以開招了 消耗1片羽毛以發動技能 點選元素法陣上的一種符石 引爆所有符石及石化符石 然後掉落該種以外 注意是以外喔 的神族符石 再來就是一個蠻OP的技能阿 將最頂一橫行的符石 添加為加護符石喔 大家都知道嘛 加護珠這種東西最討厭了 要嘛你自己不小心全部消掉 要嘛被天降消掉 就再也打不到敵人了 這邊是可以讓你手動恢復的耶 感覺還蠻不錯的啦 一回合內該種符石的掉落率降至0 然後腰跟神攻回2倍 而且可以無視燃燒喔 羈絆的部分也是跟納金還有米蘭達 這邊分別是加combo還有追打 接著我們繼續往下看 雪萊主線第七章也要開放了 所以大家下周又有新東西可以打了 接著是蠻重要的一個點 神魔戰鬥通行陣下周開放阿 這個官方之前就有提到了啦 現在終於要實行了 畫面上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些解任務的畫面 最下面那行字獎賞 包括黃心石銀白召喚券 還有一隻全新的伊燈跟五顆魔法石喔 那這隻伊燈的話是暗屬性的人族 CD7可以發動主動劑 增加3combo自身級身旁暗屬性成員攻擊2倍 你首批有消除大於等於六顆暗的話 自身級身旁成員無視二屬盾還有三屬盾喔 以上提到的都是常駐技能 效果會持續至首批沒有消除大於等於六顆暗或星 那這個伊燈當隊長也是有一個隊伍技的喔 延長移動符石時間至10秒 星間距150%屬性符石效果 每首批消除一組符石回合結束的時候 會把一粒符石轉化為星符石最多轉六粒 消除大於等於六顆星的時候 全都攻擊三倍 而且直接幫你加六康 再來通行陣的部分也還沒有玩喔 這邊會有一個伊燈造型 還有花鳥藤蘭龍印喔 造型的話是長這個樣子 看起來還蠻香的啦 那這個龍科武裝技能的話 分別是進入關卡後自身CD-1 然後每回合回復6000點生命力 跟同時消暗更新的話 自身會有1.2倍 龍科開下去的話 是一回合內隊伍攻擊提升25% 一回合內完全回血 然後會把一直行轉成星 接著是又有一個全新的輪迴了喔 那這個輪迴也是會掉卡的 倒拉格是暗屬性的機械族 CD6可以發動主動技 而且他有兩個技能可以用喔 技衣的話是點選場上的符石兩次 將該符石橫行而符石轉化為所點選的符石 一回合內消除屬性珠 自身追打該屬性攻擊一次 那開招的時候 如果所有機械行動值都到100的話 額外再增加一回合效果喔 現在機械行動值要到100 敗某個黑金所次啦 好像變得蠻簡單的喔 技術的話一樣是點兩次 然後就變成轉直行了 一回合內自身攻擊3.5倍 而且可以無視拼圖喔 最後也是機械行動100的話 就是再額外增加一回合 接著就有趣啦 這一個輪迴也是有一個場景技能的喔 這次是直接有一個攻防地形 攻地形的話就是全隊攻擊100倍 然後無視敵人防禦 防地形是全隊攻擊變0 然後減少90%所受傷害 感覺跟O41夢魘集那次還蠻像的 只是少了一個充能喔 接著有全新的地獄級挑戰關卡 偶像不會輸 天啊不知道這個梗還要玩幾次喔 上次已經開了一個輪迴 這次變成地獄級了 競技場點數兌換 也有一個全新的角色 萌萌 這個萌萌是水屬性的獸族 CD6可以發動主動技 獸類成員攻擊回復力1.5倍 水兼具50% 其他符石效果 效果持續至沒有消到獸竹竹喔 那前面提到的納金這邊也出現了 水屬性的人竹CD5可以發動主動技 引爆所有珠子掉落屬性符石 全隊進入一回合亢奮狀態 如果有大魚等於三個人的話 全隊進入三回合的亢奮狀態喔 我覺得這個主動技其實還蠻棒的 所以到時候大家也記得拿一張起來 那羈絆的部分應該就不用說了啦 剛剛梅樂蒂還有卡西爾都有提到喔 OK 以上就是GNN懶人包帶大家搶先看一下 大家對於接下來要出的新角色還有活動有什麼想法 都歡迎下方留言討論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